平川说冷静天天聊没收 大家好我是平川 继续记忌杯的邀请赛啊 本场对抗是双方的第二场较量 第一场的话Happy1比0领先 我们看一下第二场地图选择的是CH隐秘之秋 出身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人族IDINFY INFY的话是回归人族不到一个月 应该说用人族打比赛不到一个月 好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上角 红色的亡灵IDHappy 目前的大魔王人称欧环 欧环的话这一局我们看看 又是常规打法啊 应该是首发小强这个战术 INFY这一局我们看看效果如何啊 第一场的话地图选择的是LT LT的话双方前中期啊 没怎么去骚扰 后面Happy一波打过来 Happy这个INFY稍微招架不住啊 一锅端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场 那本场比赛来自于记忌杯的邀请赛啊 邀请INFY和Happy打五场 那总奖金五千块钱 每一场赢的700输的300 以此类推是吧 反正如果五场都赢 那应该是三千五 五场都输也能拿1500块钱 听起来也还行啊 也还行 好大瓦师 这一边的话是小强 双方英雄变化没有变化 都是大瓦师加上小强 那看一下第二场 双方的话前击打的会不会很刺激啊 一般来说人鬼大战啊 主要是看前中期 前期谁的矿先开出来 谁的矿后开出来 可能就战列时了 好开局的话 大瓦师先练一个小点 433 Happy这一边的话 哎 好就是提前把一个小动物给解决了 这让小强刚过来可以招骷髅 好招架小甲虫 没有招骷髅招小甲虫 嗨 这个英雄有骷髅棒 还有小甲虫可以招 疯狂的招啊 好上来开练 这边英雄也是练这个点位 打的是一个指环加4 那Happy这一边 看一下打一个什么好的道具啊 Happy这一边打的又是一个弓转 哎 这Happy两局都是弓转一起手啊 英雄的话都是指环 好 英雄要开矿了 练个分矿 那这张地图的分矿没有那么好开啊 主要是这两个野怪有毒 你要是练极被抓会很伤 好大瓦师这边水元素一招 水元素不要第一时间招 第一时间招可能会被野怪给净化掉 所以是等野怪放完净化 你再招水元素 好这一波练完的话 暂时没有受到骚扰 主要是步兵也是在侦察Happy Happy这边的话也要去练分矿了 好这边有一个小甲虫过来 小甲虫能不能蹭一下 哎没有蹭到啊 好大瓦师打了个加8的攻转 终于有攻转了 水元素两滴血 这边我们看看 Happy的话在练自己的分矿的时候 哇四条小狗就来了 这Happy打的是真的 烟丝和缝 哦 英飞你这一波赶走 英飞这一局完了 细节不到位啊 这没想到 Happy一波要来了 好 英飞也是预感到不安全嘛 英飞哎呀 这波明兵是敲着练击的 他想大瓦师练三击 给对手压力 结果Happy率先过来进攻 完了 这个分矿有点守不住啊 好 明兵则练了一半过来 这一局英飞的前期细节 做的不是 应该说交学费了 没有想到Happy会这么打 一般来说都是 大瓦师第一时间过去 给对手一点压力 好 英飞的话 第二波明兵敲了过来 这五条小狗有点猛 看看难不能把这边的狗子 给解决一下 哦呦 第一波农民已经死关了 第二波农民还在撑 大瓦师的话 看看能不能到三 我还凭这个操作 太恐怖了 大瓦师我只想赚一个经验值 结果被小狗给反补了 大瓦师迟迟不能到三 小强到了三级 好小强到了三 我们看一下 戳一下这四个农民 能不能戳到 小农民赶紧移行换位 换个位置 大瓦师有点撑不住了 完了 第二波农民也要死关 英飞 没得了呀 第三波明兵敲了过来 第三波明兵好 大瓦师终于到了三级 但是第二波明兵死关 第三波明兵过来 英飞的话 这个经济要崩了 这矿的话还能开吗 哇 这一局 也就是一个选择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直接导致崩盘 大瓦师三级 可惜 农民死得差不多 第三波农民好像也死得差不多了 那这边没有农民敲这个基地 这个基地差一丢丢敲好 小强追上大瓦师 大瓦师跑道去泡个温泉 身上的话没有隐身斗篷 不是特别好 泡好英飞打出机器 全场四分钟左右 英飞打出机器 第二级的话 非常非常的快啊 我们关系Happy 第二级再次拿下